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来看一下上个礼拜发生什么新闻吧 首先第一则新闻就是 吉利的官方确认了 他们的新车将会在 今年的六月或者七月发布 虽然讲这个品牌之前 已经展开了一些预览活动 但是官方一直没有表示 他们的新车会在什么时候发布 我相信尤其是 OMODA FIVE这款车呢 大家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的 最近呢我们跟原厂 有了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呢 他们就有表示 根据计划他们会在 今年的六月或者是七月呢 发布他们的新车 也就是OMODA FIVE 还有这个奇瑞的玉虎8PRO 两款车型 其中玉虎8PRO是采用了 这个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的 7人座SUV车型 至于OMODA FIVE 则是一款非常非常前卫 非常非常帅气的Coupé SUV 首先呢这个Coupé SUV OMODA FIVE呢 他们会以CKD的方式生产 并不是CBO 所以它的价格的部分呢 应该会非常的有吸引力 只是在这个引擎的部分呢 马来西亚的版本 暂时只会采用这个1.5公升的 涡轮增压引擎 匹配着一个CVT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是148HP 峰值扭力表现230Nm 以目前这个同价位的SUV来说 这个动力表现是中规中矩 至于价格的部分呢 原厂则是没有透露 他们只是表示 到时呢 他们才会公布进一步的详情 可是相信一开始 就是以这个CKD的方式 进居马来西亚市场 而且据悉他们的投资 非常的大 这个价格 我相信会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款车的话 记得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未来有第一时间的消息 我们也会送上给大家 第二则新闻就是 全新一代的Toyota Vios 正式在马来西亚公开预订 售价从9万令吉起跳 大家听到这个价钱 应该有点吓到 但是其实这一代的Vios呢 他们只有E跟G两个版本 入门的J没有了 所以起步的价格是会比较高一点 可是对比上一代 确实涨价幅度也是有点高 但是配备的部分则是诚意满满 最新的全车系都会漂配 这个TSS主动先进安全配备 但是呢 这个G的顶级版本呢 配备的是更为完整 像是有这个主动式定数巡航等等等等 另外他们也会配备了 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然后还有这个64色氛围灯的设计 电子收刹车的设计 E版本的轮圈尺寸为16寸 G版本为17寸 他们匹配的引擎都还是一样的 1.5公升如VTi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04HP 复制牛率表现138Nm 匹配这个DCVT变速箱 整体的驾驶感受会比起上一代车型更好 目前呢 马来西亚就只有两个车型可以选择 分别是E版本跟G版本 E版本的预售价格为9万令吉 G版本的预售价格为9万6千令吉 大家觉得这个价位呢 它有没有竞争力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三则新闻 HONTA CITY小改款即将发布 刚才我们讲了Vios 现在我们来讲一下HONTA CITY的小改款 早前呢 就有印度的媒体爆料了这个HONTA CITY 即将推出小改款 甚至连官方图都被曝光了 虽然讲我们在外观的部分呢 看到没有太大的升级 它主要的改变就是在这个保险感 做了一点点的小修饰 整体的外观设计跟现在的车型非常的类似 还是拥有LED的头灯组 至于微灯的3D LED光条也是非常的炫目 整体的车身尺码不变 但是以目前的HONTA CITY来讲 它不管是在外观设计还是车身空间上面 都非常的均衡 所以我相信这个改动幅度也确实不需要太大 至于在内装的部分呢 它的这个配备也会有进一步的升级 例如讲原本支援这个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的主机 可能会变成支援这个无线Android Auto跟无线的Apple CarPlay 这个是比较大的升级 另外一点就是呢 它们会添加这个HONTA Sensing主动安全配备 我相信讲到这里大家就会很奇怪 诶这个1.5的版本不是早就有这个VSEN了咩 但是这个只是专属马来西亚市场 在国外呢其实是没有VSEN这个车型的 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要有这个HONTA Sensing安全配备的话 它们只可以买到RX 有着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 买到1.5公升自然进去的版本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对它们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但是对马来西亚市场来讲的话 就要看一下HONTA马来西亚会有什么策略 会有什么配备加入到这款车上面 不过我个人预计啊 这个配备上面会有进一步的加强啦 例如讲可能在这个1版本提升到6气囊 或者是1版本会导入部分的HONTA Sensing安全配备等等 不过一切都是要等到官方的公布 预计这款车会在今年的下半年发布 最后则新闻就是Toyota Yaris的Miner Change版本即将发布 大家应该会很奇怪 为什么Vios有了一个All New之后 这个Yaris还是这个Miner Change呢? 根据这个泰国媒体的说法 因为这个Yaris东南亚的版本 除了在泰国跟马来西亚销售成绩不错之外 在其他市场销售成绩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原厂不打算推出大改款车型 而是继续以这个Miner Change的方式翻售下去 不过这次Miner Change的改变幅度也是非常的大 它的外观设计会更为偏向这个日规 还有这个欧洲规格的Yaris 自己在内装暂时看不到 不过据说它的内装设计也会有非常大的改变 同样也是偏向日规还有欧规的这个Yaris设计 在这个安全部分呢它也会有升级 目前的这个Yaris呢只有配备部分Toyota Safety Sense的安全配备 至于在这个Miner Change版本可能会有更大的提升 甚至会导入这个ACC主动式定速群昂 至于在引擎的部分呢则是一样的1.5公升 Dolby VTi自然进行引擎还有CVT变速箱 甚至连DCVT都不会用 而且听说这款则会在今年的4月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也就是Vios发布之后的一个月啦 如果大家想知道进一步的强情 到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送上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360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